我们名神的手啊 天哪 我都要哭出来了 这个视频是笑容放的吧 别看这女人平日里傻白甜 背地里的一样多着呢 说不定就是怕陆岳 抢了她的全国赛首发位置 才眼巴巴凑上来 发了这个视频 大兄弟说得好 简直最毒妇人心 好的 您放心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妥当 是是是 我们官方绝对不应付 这也是的 我们学生的 好好好 对对对 您放心 律师韩总已经准备好 了 我们的医疾方面 我说得一句 我说得一句 感觉我说得一句 一定好不讨论 什么情况 谢谢您忙 您忙啊 先这样 好好好 那走吧 走吧 那您先忙 诚哥 小胖呢 上厕所去了 说马上下来 你好 童谣 我是关伯娘 关伯现在都快要被挤爆了 又是深讨率 又是求真相 还有小姐姐 你时候都点赞微博的事 也被人挂在评论区 都置顶了 你看看 这下面全都是跟风恶评的 笑你个大头鬼 这次可不是装死不回复 就能过去的 咱们得赶紧想想解决办法 陆岳 你还是别看了 没几句好话 别看了 别看了 小睿 我解决一下关伯的事情 喂 您好 后悔吧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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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就跟你说了 职业选手也是半个公众人物 言行举止和在学校不一样 凡是低调点 别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 视频是我发的 胖子 童谣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连累到你 这件事 我只针对陆岳 我还是那句话 他要做替补可以 那是俱乐部的自由 但是我个人不接受这样的队 小胖 你别说了 这样的人归队你们都答应 我不行 我也不接受 你说什么 他是明神退役的罪魁祸首 他必须要给我们所有人一个交代 他不是我退役的罪魁祸首 明神 你这样护着他 就可以掩盖他所有的错误吗 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脱离明神 为什么要连累整个队伍 一瓶子敲下去很帅是吧 一瓶子敲下去很帅是吧 当年我上学的时候 也血洗方钢 也经常打架 可我后来就不这么做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是个职业选手 打架 不仅是我遭受到惩罚和非议 还会影响到队友 俱乐部 甚至整个电竞圈 王小了说 因为你这一下 明神的整个职业生涯 就这样断锁 我们也因为这些破事 去不了全国总决赛 整个队伍一年的努力 都白费了 王大了说 你知道外面的人 是怎么说电竞行业的吗 说我们是网里少年 不务正业 只知道玩游戏 有什么出息 这种话我年年听 听完了也还是抬不起头来 因为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去跟别人解释 说我们电竞选手 不是这样的 不是只知道 打游戏的小混混 然后一转头 就会有你这样的猪队 用行动向一万十万个人证明 你们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你们说的那样 一群废物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的人 只是简简单单 在外面浪漓一眼 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什么责任都不用担拼什么 小胖 你搞错了 陆岳不是无缘无故 跟别人打的架 那是因为对方说的话 实在是太难听了 他才动的手 这种情况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我不会 明明就是陆岳做错了 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护着他 不用再说了 我就是冲动 连累队友的渣子 可是你发视频这个行为 和我打架有什么区别 不也连累了队友吗 我跟你的区别就是 我有羞恥之心 犯了错回担责任 而你永远是个 会逃避的担小鬼而已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怎么了 请休息个担小鬼 担小鬼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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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说两句 坐下 你干嘛呀你 这个世界很酷 这个世界很酷